各位披萨老师大家好 好 我们学生的环境去挑选地点 教室是最适合不过的 拍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人文因素 地理因素等等 导致我们在制片时常常容易踢到铁板 我们主角三个人要跑向香炉的三个柱子空间 然后我们就不断的练习 就也不断的拍 就是因为不是脸遮住 要嘛就是跑过头 当初我们在拍摄台中工人这个场景的时候 我们遇到了蛮多问题的 由于天气的多变或是光线的不足 所以我们就换了很多的地方 在台中工人绕了绕去的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设备的不足 所以拍摄下来就比较困难 所以我那时候当初拍那个一个场景的时候 我拿了我手持相机跟着主角的 然后180度的跟着他们这样拍 为了打到那个水 脚踏入水的那个水花剑起的画面 所以我们就是也是反复的拍摄 觉得效果都还不错 我们都还蛮喜欢的 为了拍摄这段画面 我们反复来的高美许多次 每次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 例如光线不足 人潮过多 或是我们没有赶上夕阳的时机 影片有一段是我们躺在实地上 这段画面其实我们挣扎了很久 因为躺在实地上 毕竟就是清洁也是件非常麻烦的事 但是为了专题 为了表达那个效果 所以我们也是反复的躺了许多次 然后衣服也是脏了又洗 洗了又就是反复的一直做这件事 最后才完成这段画面 因为我们是拍MV 然后音乐也是原创的 就自己去写歌 然后去录音 然后我们 在这方面比较 让我感到困难的就是 歌词 就蛮难想的 然后那时候在写的时候 也是一直听很多很多作品 然后这也是 因为这是专题的机会 然后让我第一次踏入就是正式的录音室 我们专题的小组 就是这个组 为什么会叫做巴黎米 巴黎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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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早期电影拍摄的时候 在以前电影都是胶卷 在放映的时候 就一直转转 然后就会把 像是投影片那样 一张一张打回去 然后那拍摄的时候 他是记录在胶卷上面 那巴黎米 这是以前最小规格 就是也是最便宜的 一个 一个胶卷的尺寸 但是 虽然他便宜小 但是 很多 所以他生产出很多人家电影 但是 但是 如果没有他记下以前的那些电影的话 就没有我们现在未来看到的这些 更好的作品出现 所以 他算是一个 算是 不算高品质 但却是 不可缺少 我觉得他是 整个电影的历史上面 不可缺少的 所以就是巴黎米